但也有很多景点出现了宰客现象,遭到了游客的不满 如今中国又一景点被拉黑名单,甚至还有游客抱怨 在这个地方旅游,别说住宿,连饭都吃不起了 本期探名为鉴,柚子就来带大家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让游客饭都吃不起的旅游景点就是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西江千户苗寨 我们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文化风俗都各不相同 而千户苗寨中就保留了最原生态的苗族风情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部落,有着悠久的历史 十几座苗家村寨,一山而建,寨寨相连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被群山环绕 因此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于是隔绝,保留了最淳朴的民风 不过到了现代,这里紧跟发展的步伐,被建设成了一个全国文明的旅游景点 这个地坊的商业化气息也就越来越浓厚,景区中的物价也越来越高 同时住宿费用就已经让很多游客都负担不起 而且里面那些苗族特色小吃价格更是不断上涨 导致到这里的游客连饭都吃不起 因此这个景点也被游客拉入了黑名单,来过之后就不想来第二次了 好了,本期的探秘微信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 好了,本期的探秘微信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 我们的朋友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